许立委其实他在担任立委的之前 他是台南市的市长 所以他也了解这整个铁路地下化的历史 跟后来的发展 后来非常荒诞的发展 那我们这件事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我们那个许立委也曾经帮我们开 在立法院办开一个工厅会 那那个其实事情的发展是 那现在他现在面对我们这件事情 他不直接说这件事情他是做的对还是做的错 他不直接去面对我们对他的质疑 他不直接去回应他说的十几点谎言 已经被我们揭穿 他怎么样子去援谎 反而他就是透过他的党羽 还有民进党中央现在也配合演出 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 说是甚至网路上面还有说 我们这些人 这四百年金户是国民党的走狗 我们这些人包含我爸爸 我爸爸从前在党外运动 民进党还没有创党的时候 就是热心支持党外运动的人 我自己也曾经是民进党的党员 我们在场的多数 其实大部分都是长期支持民进党 在台南奠定根基的人 但是他这样子对待我们 接下来呢 他说挺我们政治人物呢 全部都是政治斗争 包含 举天台的立委 包含在台南市的一些市议员 但是非常明显这不是 那其实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举立委 是因为我们之前 他对我们帮忙 以及我们前一阵子在心头壳上面 我看到他受的一篇专访 谈到他对于台湾土地扶乱 整个台湾土地扶乱征兽的一些看法 那我们觉得这是在今天的政坛里面 非常难能可贵的 所以我们请许委员来帮我们说几句话